男同學以上對下先是拍打女學生頭部 接著伸腳瞄準對方 女同學坐在地上持續反抗 但男同學不肯罷休 開始動手抓起長髮 雖然旁邊有學生不斷緩夾 但男同學情緒越來越激動 不停攻擊 最後更一發不可收拾 勒住女學生 讓他不能反抗 所以現在已經停課就對了 跆拳道隊發生霸凌事件 已經暫時停課 事發就在五號宜蘭某間國中 當時一名國三的學姐 因為直呼國二學弟媽媽的名字 惹得學弟不太舒服 對學姐又是踹頭又是鎖喉 而發生嚴重的暴力事件 而他們的跆拳道教練 當時就在一旁 聲稱是誤判 以為他們在練習 所以才沒有察覺到 對此校方表示 跆拳道教練已經被截聘 不過傷害已經造成 附近的派出所也低調表示 在六月五號被害人的母親 很生氣的帶著小孩到派出所報案 把雙方去做一個暫時的去做一個隔離 我們都會請學校去密切注意 那在相關的輔導的一個措施上面 都要去做一個關心的了解 兩名學生在六號都有正常上課 但學習跆拳道 本該是增強體能保護自己 男同學卻將課堂上學習到的 跆拳道動作用錯了地方 3D新聞黃國立請依然從報導 好 好 好